欢迎们好,休息了三天,我们恢复正常的更新 举世瞩目的习败会,圆满的落寞了 习败会的举行似乎是标志着 一个时期以来,暗流涌动,动荡不宁的中美关系 从此阶段性的稳下来,可能还要好起来 可以说,是习近平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中美关系 挽救了中美两个大国的命运 做了一件造福于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大事 在随后参加的APEC领导人第30次正式会议期间 墨西哥总统,日本首相,菲律宾总统 韩国总统 一长串,世界各国的与会的领导人 排着队等着我们习主席的接见 或者以正式会谈的形式 或者以非正式交流的方式 沟通了信息,传递了诉求 像加拿大总理小特鲁多 这次都有幸也得到了习主席亲切的握手 和接见 可以说在短短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这两千多的时间里面 这个习近平率领的中国团队 在会场内外 在世界人民的面前 一展新时代中国的大国外交的风采 那么随着习拜会的结束 IPAC领导人会议落幕 可以说习近平 在全大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这个威望如日中天 大家看一看新华社和人民日报 总结习主席美国执行的文章的 底下的那些评论 很振奋 非常自豪 那么作为一种对领袖的这种 这个爱戴的表达 我觉得王毅 很多人都有过表达 但我觉得王毅 在习近平抵达北京的当天晚上 发表的那些五千字的长文 我觉得是最有高度 这个最讲政治 也是最重心的一篇文字 18号晚间 习主席 结束了美国执行 返回北京 当天晚上的21点46分 外交部的网站 就发表了 王毅的这篇文字 标题叫为中美关系把舵 为亚太合作领航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台习近平主席赴美国 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同时出席亚太经 和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 这主复标题 全文五千字 整个文章 盛赞了习近平此次美国之行 展示的大国领袖风范 以及大国领袖的政治担当 和战略定理 王毅将习近平的这次美国之行 看作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对于习近平这次美国之行 王毅在文章中说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 这次访问举世瞩目 成果丰硕 意涵深远 为中美关系增添稳定性 为亚太合作带来新动力 为国际和地区格局注入正能量 彰显了习近平主席 高瞻远瞩 胸怀天下的大国领袖风范 那么对于这次赴美期间举行的这个习拜会 王毅强调 说结合举办一派个会议 美国总统拜登向习近平主席 发出了一份举行元首会晤的单独邀请 美方特别表示说这是一场中美的峰会 不同于本次APAC期间的双边会见安排 说习近平主席 沈时多事应邀赴约 再次在历史关头推动中美关系 稳下来 好起来 王毅指出 说经过双方共同努力 这次会晤取得了20多项重要成果 包括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 在解除对中方有关机构制裁前提下 成立中美警督合作工作组 开展警督合作等等 王毅接着说 他说中美元首的旧金山会晤 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大事件 也是国际关系中的大事件 有利于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稳定 可持续方向迈出步伐 王毅形容说 习近平主席引领中美关系 这艘巨轮 那是习近平主席引领中美关系 这艘巨轮 穿越岸礁险滩 从巴厘岛抵达旧金山 展现了大国领袖的政治担当 和战略魄力 那么 针对 习近平主席在美国友好团体 联合举办的欢迎宴会上的演讲 王毅写道 说习近平主席真挚的语言 生动的故事 深深打动了在场听众的心 引发了强烈共鸣 四百余名嘉宾两次全场起立 报以近二十次长时间热烈鼓掌 两次全场起立 总共二十次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王毅写道说 习近平主席这次重要演讲 必将激发两国人民 更加积极投身中美友好事业 为中美关系实现稳定健康发展 积聚更多正能量 王毅表示 说习近平在对美外交工作上 既注重增进领导人友谊 又广交各界朋友 赋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情理相交 真诚亲和的风格 王毅在文中 还提到说 习近平主席此次也再次为亚太合作指明方向 破坏蓝图 对于APEC如何打造亚太下一个黄金三十年 习近平主席以宏大的历史事业 问诊把脉 开出药方提出要坚持创新驱动 坚持开放导向 坚持绿色发展 坚持普惠共享 以高质量增长 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让各国人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 王毅在文中还指出 说此访 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是习近平主席运筹大国关系的大手柄 这次访问再次证明 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习近平主席总是以高远的眼光 强大的定力 卓越的智慧 指引中国外交攻坚克难 勇意前行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营造主动有力的外部环境 五千字长文的最后 王毅强调 说我们要深刻学习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何锡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以元首外交为引领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王毅五千字的长文 大家感兴趣 可以从头至尾找来好好的学习一下 那么呢 因为他是外交部长 他这篇文是发在外交部的官网上 所以他围绕最后落到的是哪呢 落到了中国的大国外交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上 落到了习近平的外交思想上 其实呢 这个关心时事的人朋友们都知道 关于习近平的外交思想 这个是当初是杨洁篪 王毅的前任 王洁篪那个时候提出来的 到了王毅接棒外交部长之后 习近平外交思想应该说 总结的这个一步步的就 就就成了体系 成了系统 那么事实上是早在十九大召开前 2017年的九月初 王毅 那时候还叫外交部长 没当政治局委员 没当外办主任 那个时候的王毅外交部长 就曾经在中央党校发行的 那个学习时报上面 就发了一篇文 这个标题叫 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指引下 开拓前进 在那篇文章里 这话说 这就五年前了 六年前了 应该差不多了 那在那篇文章里 王毅就高度的赞扬了习近平的外交思想 王毅 说习近平的外交思想 超越了西方三百多年来的国际关系理论 王毅那个时候就说 习近平的外交思想 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 方法 是对新中国建立六十多年来 外交大政方针和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也是对过去三百多年来 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超越 说这个习近平的外交思想 为指导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 提供了理论和思想武器 为推动国际体系变革 完善 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那篇文章里面 王毅说 习近平外交思想立足中国的历史方力 回答了中国作为国际社会重要议员 期待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和国际关系 以及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 等重大问题 习近平外交思想 是一个内涵丰富 思想深邃的科学理论 这是六年前了 这个 王毅就曾经对习近平外交思想 做过这样的总结 那么 又一场大国未就 这个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那么怎么评价 我们方才 网易的这篇文章 我觉得是代表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声 也包括西美哥 当然了 我还是一句话 什么东西它都有反面 这是个多元的时代 多元的世界 也有那些个反贼们 也有那些个对中国大国外交羡慕嫉妒恨的人 或者团体 甚至不乏一些政府 一些黑暗势力 面对着新中国大国外交的异议风采 然后在那指手画脚 说三道数 甚至攻击 无命 比如说 有的人说 有的人看了王毅的这篇文章之后 竟然说王毅这是对习近平主席搞高级黑 可见谁心里阴暗 谁黑呀 有人说王毅你是一个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 然后你就通过这种方式 你拍你老大的马屁 你有能力你去拍一拍 你当一个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兼外交部长去 你有能力 你有能力你走一圈 你让全国人民也拍拍你 还有人说 说你看 这个习拜会后 拜登第一时间就记着会上说习近平是独裁者 习拜会的第二天结束后的第二天 美国的国防部长就在公开的场合 对外表示 说美国会将继续对台军售 说这是多大脸呢 是不是这多打我中国领导人的脸呢 多打中国的脸呢 是不是 还有人说 说你看 一拍一个峰会 开完之后 领导人集体合影 结果把我们习主席安排的那么边上 C位我们不占 美国总统是是是是是地主 是不是 举办国 你占C位 我们等于在C位的左侧或者右侧 结果把我们习主席弄到第一排的左属 倒数第二位 啊 仅仅站在了什么那个 这这日门鬼子 像岸田文英雄的前面 而加拿大总理 特小特鲁多 居然都压着我们习主席 站在习主席的左左左左 然后再往前还有什么澳大利亚啊 这这这这这什么阿尔巴尼斯 都跑到我们习主席的前面站着去 哎 有人说 有人就这么说 有人说他妈的 这么这个这个这个合影 实在是他妈的 让这个这个我们习主席感到很没有面子 啊 实在是让我们中国人民感到那么很没有面子 外交部的工作怎么 这个这个这个出了这么大的这个这个这个披露 就习主席这个站位都没给安排好 没整名呗 说这个这个这个应该叫一个外交事故 如果是事故 王毅作为外长他是有责任的 这都是有责任的 说王毅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自己有责任 然后呢 为了自保 当然了 也是为了在自己在那给自己表功 因为这外交部 这个这个冲锋见证的时候 整个习败会呀什么这个 从前期的筹划呀 什么谈判呢 一直到举行到总结 外交部做了2023年这么大一大事 说是 哎 哎 王毅他也得通过这种方式给自己表自己 自己给自己表表功啊 然后还要什么 还知道自己也有责任对一些事 所以也为了自保 所以才写着这篇文字 有人说你看他五年前六年前 他对习近平就就就就就就就这这这这啊 就这副姿态啊 然后有的人说的话就很难听 林子这么大 肯定有几只怪鸟 哈哈哈哈 我们只要喜劝了 这林子里面 这千万只喜劝 把我们的喉咙放开了 把我们的歌唱齐整了 我们不在乎 几只乌鸦的叫声 被想到这儿 被中国的大国外交固扎